各位好 到了上午9点51分 今早早港股预期高开 高开之后也算是有阻力 但是阻力暂时未见到沽盘很主动 尝试将市场继续推高 但始终是到不到合理值 一会儿详细说 看一看五大指数 1、2 看看升幅 1、2、3、4、5 多数是升1.2% 科技指数升3.197% 科技指数终于有次氧反弹 希望反弹幅度维持甚至扩大 而升降股票数目 升多过跌很多 全部五个指数成份股的情况都是一样 有一个好的开始 今天或者星期有一个好的开始 看看能不能继续好久了 我们继续看的是恒生指数期货 恒生指数期货 大阳竹小时图 现在开市之后 列口高开 接着现在出现一支 快到10点钟 7分多钟之后 出现一支很大机会是大阳竹 关键是现在在保利加通道中族有阻力 要站在保利加通道中族上 站稳在上面 后时看好才有机会反复挑战 保利加通道顶部的阻力 或者这些前升浪顶 一级一级的阻力 很多级的 怎样都好 SAL 出了个 极点高位 暂时这个极点高位是在 25262 暂时在25262 看下两三个交易时段 能不能法力 再将价位 再显著推高 RSI 转好 升了5小时平均线 去到50流上 STC%机 在严重超卖之下 法力上升 升了1% 而MACD 也很大机会在10点发出一个红楼买入讯号 即是指标 现在只等价位 站稳在保利加通道中族上 现在已经转为向好 希望转为显著向好 有利今天 亚洲市况继续升 这是恒生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的情况 看看 稳定的指标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指标 就是 SAR极点高位 是8907 8907 暂时 国企指数 期货呢 嗯 好一点 高过保利加通道中族 SAR极点高位 SAR极点高位 已经去到6093 去到6093 其他指标 全部都是好的 即是科技指数期货 比行指期货 和国指期货 表现好 因为5个指标 都变为利好了 待会我们会讲 今天的 重点股票 这是招商银行 稍后再说 我暂时收到一张图 收到这张图 继续讲到大事 燃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62.38 是非常之配合 当前的上升势头 亦高过过去5个交易日 平均51.49 陆德资金正主动买入 虽然只有38亿 不是很多 但都多过过去5个交易日 平均21亿 亦见到 占总成交更额 高过5% 去到11.45% 那麽多 今早的上升动力 即是 有参与价值 别看少 然后讲讲 33个行业类别 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多的 暂时是12亿的 软件服务业 接着 公用事业比公用时牌高 就不太漂亮 表示大户还有估计 资讯科技 器材业 3亿多 公用事业 4亿6 跟着其他金融业 银行业 2亿多 2亿1700多 到不够3亿 主动买沽比率 有两个很漂亮 三个都漂亮 有两个特别漂亮 就是公用事业 资讯科技 器材业 6.7 比33 主动买本 非常积极 同时 亦是积极的 60比40 是有银行业的 这些行业类别的 所属股票 它们的升跌幅又怎样呢 按错 比对了 55个交易日程 应该是现在 头五位的升幅 最大的是 3% 交通设施业 接着第2位 汽车业 1.78 7.71 然后到公用事业 煤炭业 医疗保健业 而数货最积极的是 看上去 煤炭业 72比28 接着 这个也多 6.6比34 公用事业 刚才提过 63比37 是交通设施业 A车业也有 60比40 这些都是 数货比较积极的 行业内 再看 再看就是 现在暂时被动 买卖最多的券商 是美林 Credit Suisse UBS 高盛亚洲 以及 JP Morgan 他们五个之中 主要是 托着美团 Credit Suisse 和 UBS 托着美团 港交所也都见到美林 和 JP Morgan 合力托着 而压价的很明显 一只 阿里巴巴 刚才说的五家 除了 JP Morgan 没有份之外 全部都有份 压着 阿里巴巴 很明显 将阿里巴巴 作为一只 其字 压着 大市 不让主要指数 升得那么厉害 504 恒生 综合指数成份 股之中 现在资金净主动买入最多的 头五位 腾讯 阿里巴巴 港交所 小米 比亚迪股 腾讯 5亿 1000多万 阿里巴巴 4.6亿 虽然压着 但也是 数货 港交所 3.098万 即是 一路数货 一路被人压着 阿里巴巴最低 曾经见过 151.7 即使我说 头五位 算了 我不说10个 平时早上 我说10个 头五位 有4只 一步升 除了阿里巴巴 暴跌之外 其他升也不错 500% 超过 有港交所 和小米 接着 再看 主动买沽比率 阿里巴巴 在151.7 见过 52周 新低 即是一路数 非常主动 大湖买价非常进取 61.39 主动买沽比率 接着 63.37 港交所 在462元 数上来 现在 阿里巴巴 港交所也好 现在的价格 是高于 加团平均价 再要提提 有一只 不止一只 两只 都要提 因为 96.34 就是 70.30 比亚迪股份 和 69.31 小米 同样 这两只 现价 都高于加团平均价 可想而知 数得挺厉害 今天早上开市 真是很激烈 五只股票 有4只 只有3倍 最差的也是2.2倍 比亚迪股份 看看哪些 在升市之中 受压 主要是 5只 不大 金额 最大只 4千万 读一读 斯摩尔国际 中国电讯 药明生物 中海油 中星控股 由于 不大 我只是说一只算 4千万 斯摩尔国际 现在是报38.33 但是都是高于加团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就一样 37.63 代表39.9 高位前面 订货的情况 是挺明显的 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 不如说了美子期货 先看吧 美子期货 看看 现在最新的 4449.25 下跌了 一路上升 美子期货 4449.25 最高见过 4449.5 我又更新了 4449.5 我给大家看图 先放大一点 看了15分钟 看了15分钟 好 是不是继续升 今次我给大家在这里 继续升上的有利 现在是4449.75 先改了 4449.75 又继续升多一点 最高位 那就是4449.75 最高位 应该是什么 这里看 教大家 最高位 4450.25 现在是 改了 再改了 这里 人手做的 好 好了 合理值 恒生市数 应该是26259 现在是升 1409 合理 不过 我们现在 升得多少 25359 升不足 就预算了 因为 上个星期四 跌不足 跌不足 人家升的时候 跟不足 很正常 五个指数 全部都偏低 很多 波及股表现 这么漂亮 都偏低 6% 但也好 有得升 就算日本 上海 深圳 都明显偏低 EAS 估计结算价 在今早 9.8 9.40 恒指期货 布依5098 国子期货 8838 波子期货 6009 全部都在升 加上三个指数 都是 显著高 加拳平均价 理论上 继续扯高 加拳平均价 中午前的市 都不用想大回 大跌 全日 大跌的 机会都小 问题是 去到哪个位置 有阻力 似乎 去到这一刻 暂时来看 上个星云5 指数期货 的 庄家 即 那个 叫做什么 那些大户 不是庄家 那些大户 预算 这些大户 似乎 不对劳 暂时还没动手 我们看看 恒生指数最低是 25061 25061 最低是 接近 第三个 即使重要支持位 比预期差 当然 合理值高 对恒生指数来说 好友来说 好像高不过攀 最高就见过25420 25420 对不起 到了 第2个即使重要支持位 现在 虽然弹了那么多 也是一个反弹 在第3个即使重要支持位 和第2个即使重要支持位 之间浮沉 真是不太好看 好了 就关掉这个声音 接着我们 去讲 3968 销商银行 销商银行 这个是H股 这边是A股 你见到H 经济东HV2 是两别 香港股市 和上海股市 一起看着 价格一起跳 我们看 金钞 都是在高位反复 现在升了4.58% 暴露是7.7 这股票的历史波幅 是41来 不算很大 也不够恒生指数的两倍 看看 暂时 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 资金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67.33 配合升势 资金正主动买入 连续两个交易日增加 去到8800多万 高于平均4700多万 而过5个交易日平均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是57.43 暂时的支持位 即是上到67.05 即使阻力位 初步看67.7 企业上边 继续往上走沉阻力位 试阻力 而成交分析方面 当然 我们都是看标准 自动对盘 即是不计交叉盘 不计竞价盘 试试看 大户行为 我们看200万 或以上的单中交易 有4就四充那么多 大户 主动买股比率是70-30 当然 加息平均价 67.34 扩价的 扩价的 今早主要是三间 花旗环球高盛亚洲 和海通国际 都是 资金正被动买入 200多万 在306千多 扩着 对不起 又是忘记改 不懂自动转 3968 再来 今早主要扩价的 JP Morgan 和 Credit Suisse 1000多万 主要扩67.34 压价 4间 Morgan Stanley UBS 巴克莱亚洲 和 这家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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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萬、3,000多萬 是指資金症被動賣出 好了,我們講圖表 圖表就是看 銀行3968 3968日線圖上 今早就彈了上 所謂彈了上,也是近日的高位 低位之間,還未有突破 不跌下去,還未有突破 整體來說,由這裏開始 都是一浪高於一浪 暫時都是這樣 指標呢? 1,2,3,4,5,全部利好 短線股票全部是 形勢顯著向好的 關鍵位當然是看 能不能升破這個高位 即是,這裏 即是,這裏 這個高位 你見到,它有 形勢全面利好 我們就要看看 升不升得破高位 69.1,5 在這裏 69.1,5 如果升得破高位之後 我們就會看 之前一個高位 就是70.94 先落 暫時看兩個位 不要太貪心 支持位不用說 有利好消息 成為新的恆生招數成份 估計未公佈之前的低位 即是什麽時候? 即是上星期五的低位 64.2,5 當然是 短期還要支持位 不要讓它穿 下面都 穿了之後 穿了之後 就轉了淡細 起碼今日買上來的 全部縱伏 到現在為止 不理想 我們看一個位 短線 然後我們到周線圖 周線圖正在反彈 仍然是一個反彈 這個位 剛才提及過 等於日線圖 剛才提及過 就是69.1,5 和這些位置都提及過 不再提及了 指標 MACD還未成功 其他 不是全部 對不起 SAR SAR 仍然是 利淡 即是兩淡三浦 形勢是偏好的 我們計算 有一個中期重要支持位 剛才短線我提及過 剛才短線的支持位 失手 中期的重要支持位 就是65.2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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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了 你看到 65.2 但是 動了 不行 我動了 65.2 看到了 65.2 OK 我可以計算 計算 計算 由79.4,6 70.9 4,6 不是6 70.9 4,6 對 70.9 4,6 4,6 鏡坐 看清楚 這個位置 70.946 對 跌到這個低位 最低是多少 哪個低呢 57.8 57.25 應該低 是57.25 我們就看 反彈 最高 曾經見過 剛才也看到 就是上星期的高位 69.1.5 69.1.5 如果 70.9 4,6 跌到 57.2 半 69.1 半 原來 已經到了 0.618 反彈目標 即是 美論上 只要守穩 65.7 1.4 上 今早最低 是回 66.8 66.8 66.8 就是 更高 65.7 1.4 7.1 整個神體 再看 長線 月線圖 長線 連續兩支陰燭 今個月到現在 是一支陽燭 是否是 曝光初現 或是 破腳 不是曝光初現 破腳穿頭 我們可以看兩件事 第一 看看上月的收市位 上月的收市位是59.2 再看今個月的開市位 今個月的開市位是59.2 沒有低過的 所以研究來說 這不是一個完美的穿頭破腳 最多是類似穿頭破腳 破腳 不是破腳穿頭 對不起 不是一個完美的破腳穿頭 最多是一個類似破腳穿頭 但最大問題是 這裏不算持續跌勢 跌了兩個月 在月線圖上 怎算持續跌勢 所以這裏是一個大洋竹 到這次大洋竹 來看 算是威力 指標 STC%K 現在 看看 暫時 STC%K 是高於%D 不過超賣 因為兩個都高於80 一個好 兩個好 三個好 四個好 一個答 形勢是向好的 好了 我們講完這隻招商銀行 今天想加插多一段 那是甚麼呢 大家看著我做 先打開這個 然後呢 我就在這裏 OK 希望廣交所做了 因為有時遲 太失望了 太失望了 還未有廣交所 未有甚麼呢 它應該是每個星期一 即每個星期 第一個交易人 開市之前 就會給我們 恒生指數期貨市場佔有率數據 只有恒生指數 暫時我叫它給國企指數 叫了十幾年 都還未給 有人答應過我給 不過人都退休了 還是遲一席都不知道 這條連結 你會看到 這裏應該的數據 我先重新一下 不要冤枉 再重新一下 還要去到十三號 還要去到十三號 應該是甚麼 應該是十六號至二十號 最新 我還想和大家看看 現在最新的 恒指期貨市場 好友大戶 淡友大戶 最新的持倉情況 和大家的分析 怎知沒有得分析 那麼廣交所 最後更新是甚麼時候 2021年8月16號 他們的同事是否懶惰了 大家和我向廣交所反映 我反映得太多 不想再反映了 好了 本來想加插一段給你看 對不起 沒有了 多謝各位收看